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华盛顿的去世对联邦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结尾讯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 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的时候才发现 华盛顿的死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 其实当亚当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起 党争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费城的政客们因为党派而互相为敌 本来的熟人朋友在大街上如果远远的看见 都会赶紧躲开,换条路走,就怕见面打招呼 只有在迎面撞上无处可躲的情况下 人们才会手出帽檐,勉强的行个礼 人性那个时候非常的扭曲 两党之间的你死我活可见一斑 而今天的美国和那个时候的美国 似乎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当然联邦党的困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 那个臭名昭著的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 基本上给联邦党敲响了丧钟 尽管亚当斯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但他的胜利来得太晚了 共和党告诉人们 选亚当斯就是选战争 选劫匪迅就是选和平 事实上是亚当斯和法国签的条约 为美国赢得了和平 而杰斐逊上台之后 拒绝和英国去签合约 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不过在大选的时候 谁也不能够未卜先知 谁说的漂亮自然就听谁的 杰斐逊重望所归 作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如果说第一任总统华恩顿是一个神 那么杰斐逊的身上就是充满了谜团 他的人生 他的世界 留下了很多争议的话题 他号称他为了人民来自于人民 可是他本人却过着贵族般的生活 他的奢侈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巨额的债务上 他声称相信普通人的智慧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和普通人交往过 他是美国的国父 他是独立宣言的作者 可是在独立战争中 他没有开过一枪 他虽然高喊着自由 但是在入侵的英军面前 他却仓皇了逃跑 他声称他反对党争 可他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党 他举止优雅 崇尚和谐 可他却支持水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 他强调周权 可是在上台之后 却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他反对中央银行 可是在他上台之后 却利用中央银行 成就了他自己最辉煌的政绩 似乎他说的和做的 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 而他用于他人 世界美国的原则 和他自己的行为 似乎属于两个世界 有人说杰斐逊 他背叛了自己的上级 背叛了自己的朋友 他给黄仁顿当国务卿的时候 处处和黄仁顿作对 他给亚朗斯做副总统的时候 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亚朗斯赶下台 他对总统不忠 对朋友不义 但是杰斐逊的心中 他真诚的相信 他是为了这个国家 黄仁顿和亚朗斯 背叛了共和的原则 把美国领上了歧途 而作为他杰斐逊 他就是要拯救这个国家 他真诚的相信 为了崇高的理想 可以不择手段 在杰斐逊的率领下 共和党开足了火力 猛轰亚朗斯 亚朗斯似乎承担了所有 本来不应该 完全由他承担的罪责 比如说 处置外侨与 山东叛乱法 而这个时候 和法国的和谈 还没有结果 亚朗斯还没有得到 本来应该属于他的功绩 因此共和党 说他想当国王 大家就信 而且亚朗斯 他的儿子 后来的确 也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说来也巧 美国的前五位总统中 除了亚朗斯 其余四位 或者没有孩子 或者只有女儿 只有亚朗斯 有儿子 亚朗斯一生中 最失败的 就是他交了一个好朋友 杰斐逊 杰斐逊和麦迪逊 作为共和党的党魁 他们对亚朗斯 不遗余力的攻击 尤其是麦迪逊 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领导共和党 全力对付亚朗斯 麦迪逊跟亚朗斯 没有私交 所以他整起亚朗斯来 不讲一点情面 问题是 麦迪逊很多的话 都是他凭空造出来 杰斐逊是不应该相信的 因为他太了解 亚朗斯的为人了 你可以说亚朗斯 不是一个出色的总统 但是你不能说 他不是一个出色的人 亚朗斯的诚实 正直 坚毅 高尚的道德 这在后世的历史学家中 是一个共识 他的人品 非常的高尚 可在当时 共和党不遗余力 抨击亚朗斯的时候 杰斐逊 一句都没有为亚朗斯 进行过辩解 他听凭着麦迪逊 和他的党 用最恶毒的语言 攻击他的这位好友 不仅如此 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 居然花钱买通了 叫做詹姆斯卡伦德的 著名记者 向他透露了政府的机密 让他污蔑亚朗斯 想跟法国开战 然后当终身总统 那么卡伦德 就攻击总统亚朗斯 不过当时 那部臭名昭著的 惩治山东叛乱法 还生效 因此呢 卡伦德就被判 九月监禁 他在敦监狱的时候 向杰斐逊 要更多的钱 可是杰斐逊不给 那么卡伦德出狱之后 就到处说 是杰斐逊 让他写文章 骂亚朗斯的 杰斐逊不承认 卡伦德干脆 就把杰斐逊当初 写给他的信 蹬在了报纸上 在确实证据面前 杰斐逊忽然得了 失忆症 他完全认不出 他的亲笔信 但也正是这件事情 让亚当斯 伤透了心 不过党争的激烈性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联邦党 也和共和党 一样的恶毒 杰斐逊在联邦党的笔下 同样是十恶不赦 不过不同的是 和亚当斯相比 杰斐逊 他的把柄太多了 比如说 当时联邦党说 杰斐逊和他的奴隶 有染 杰斐逊打死也不承认 长期以来 历史学家们也认为 这是谣言 直到1998年 科学家通过DNA的比对 才证明了 这是事实 不管怎么样 亚当斯本人 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的方式 对杰斐逊进行过人身攻击 他只抨击 杰斐逊的政治观点 私下里 亚当斯甚至 骂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说 杰斐逊 比你们这帮人高尚 我宁可给他当副总统 这正是亚当斯的悲剧所在 他的头号敌人 居然不是杰斐逊 而是汉密尔顿 他宁愿败给杰斐逊 也不愿意向汉密尔顿妥协 当时的联邦党 基本上分裂为两派 团结在汉密尔顿周围的保守派 或者说是右派 和以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 这两派自己先干上 根本不可能一致对外 他们就连应不应该推举 亚朗斯作为总统候选人 都没有搞定 汉密尔顿当时 想推平克尼 作为总统候选人 亚朗斯看不上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也看不上亚朗斯 汉密尔顿是铁了心 要把亚朗斯拉下台 他甚至发表了文章 攻击亚朗斯 由此可见 联邦党组织的松散性 和汉密尔顿在性格上的任性 如果说 华人顿在世的时候 还给汉密尔顿的这匹野马 套上了缰绳 华人顿一去世 汉密尔顿就彻底 没有人可以约束 他性格上的缺陷 再加上他超人的能量 对联邦党的打击是致命的 那么汉密尔顿本人 为什么不想当总统呢 在历史学家的考证中 汉密尔顿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 他想当总统的这个愿望 为什么会是这样 之前我们提到了雷诺兹丑闻 也就是汉密尔顿的婚外情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 包括汉密尔顿本人 他也知道 他的观点太鲜明 太前卫 他本人的性格又太骄傲 太强势 不管他多么正确 在民主意识已经苏醒了大众面前 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他不在乎民意 但是民意却能决定 他出来选总统的前途 很多时候真理会停留在少数人的手中 但是少数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放下足够的身段 去向人民进行宣传 进行教育 让人民大多数 他们的思想水平得以提高 赶上少数人的步伐 而对人民的耐心 以及妥协 这恰恰是汉密尔顿做不到 而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分歧 那更是雪上加霜 抚飞受敌的亚当斯 在大选中落败 这不是悬念 但他的成绩 却出人意料的好 经过一整年的厮杀 到了1800年12月 最终的结果终于出来 在没有南方和西部的支持 又丢了纽约的情况下 亚当斯居然得了65票 只比杰北逊少8票 而这8票来自于南卡 本来呢 南卡是倾向于投联邦党的 但是因为联邦党的分裂 这8票没有了 杰北逊之所以能领先 完全得益于纽约州 而纽约本来就是联邦党的地盘 两党在纽约的争夺非常激烈 亚当斯只比杰斐逊 少了250张普选票 但是根据圣者通吃的原则 纽约的12张选举人票 全归杰斐逊 如果亚当斯赢得纽约 他将以71票对61票领先 即使南卡的8票投给杰斐逊 亚当斯仍然能赢 如果当初的宪法没有五分之三妥协案 南方各州没有那么多选举人票 即使亚当斯失去了纽约 他也能赢 如果签订没法合约的消息早来两个月 亚当斯几乎肯定能赢 但是太多的如果依然改变不了历史 但是亚当斯的成绩至少说明 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下 他还是获得了充分的肯定 人们对他的尊敬是与日俱增的 现在回头看历史 美国人应该感到非常的幸运 他们不仅拥有了一位杰出的第一总统 华盛顿 他们的第二位总统是亚当斯 而不是杰斐逊 这也是非常的幸运 亚当斯政府也许没有华盛顿政府 那么强大的创造力 但是他忠诚的维护和坚持了 华盛顿的对内对外政策 保证了联邦政府的延续性 使联邦党设计的框架更加的稳固 以至于即使共和党上台之后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动摇 汉米尔顿的经济制度 也无法让美国完全退回到农业社会 那么和亚当斯比起来 费了很大的力气 本来应该视如破竹的杰斐逊 他的成绩并不算好 他是得到了第一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肯定是总统 因为还有一位并列第一名 这个人就是阿伦伯尔 这个人的出现非常具有戏剧性 他高贵的出身 没几个人比得上 他的父亲老伯尔大主教 是新泽西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和第二人校长 他的母亲埃斯特伯尔 是乔纳森阿德华兹的女儿 阿德华兹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期 那位著名的教士 不幸的是 伯尔两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都去世了 三岁的时候 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去世了 他是由叔叔养大成人的 美国革命爆发之后 他参加了大陆军 经历了远征加拿大 纽约之战 扶制武练兵 蒙博斯之战 因公他升为中校 退之后 伯尔成为了一位律师 在纽约 开始了他自己非常成功的法律业务 那个时候 他经常和纽约的另外一位 法律界的新星 汉米尔顿合作办案 面对才华横溢的汉米尔顿 伯尔他并不服气 有机会就要争一争 据说有一次 一位客户 请他们两个人一起办一个案子 两个人说好了 伯尔做开头的陈述 汉米尔顿做结尾的陈述 一般来说 结尾比较重要 陪审团也记得住 伯尔当时下了苦工 把他那段辩词 做的是天衣无缝 精彩绝伦 结果等到该汉米尔顿 做总结的时候 破天荒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汉米尔顿表示 我无话可说 按照汉米尔顿的性格 能力 要让他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是多么的难得 可见伯尔的论证 多么的完美 后来伯尔像汉米尔顿一样 投身政治 他们两个人本来关系不错 直到1791年 伯尔击败了汉米尔顿的岳父 斯凯勒将军 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他和汉米尔顿的关系 急转直下 本来汉米尔顿 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他不会单纯因为 伯尔打败他的岳父而生气 他和伯尔结仇 是因为伯尔为了胜利 不择手段 很多历史学者 都把伯尔称之为 美国第一个现代政客 华人顿 亚当斯 杰伟逊 这都属于老绅士 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野心 竞选也都是羞羞答答 不亲自出面 可是伯尔不管这一套 他就像现代的候选人一样 到处推销自己 老一代的国父们 都是有理想的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可是伯尔 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都敢干 完全颠覆了当时 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 汉美尔顿虽然和伯尔是同龄人 但他是保守价值观的守护者 也是纽约政坛 无可争辩的领袖 伯尔的迅速崛起 以及他的手段 不仅触犯了汉美尔顿利益 也触动了他的底线 汉美尔顿第一次发现 世界上还要比杰斐逊 更可怕的敌人 那么杰斐逊一看 居然有人在汉美尔顿的老巢捣乱 太好了 这是我们要团结的 正好在这个时候 伯尔也主动来找杰斐逊 他告诉杰斐逊 如果你让我当你的竞选伙伴 我保证把纽约给你拿下来 杰斐逊是大喜过望 他发现他根本不必担心 伯尔到底属于哪个党 哪个党对他有利 他就是哪个党 虽然杰斐逊的心里 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 也是有所借力 但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 先赢了大选再说 于是共和党 推选杰斐逊 作为总统候选人 伯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可是杰斐逊 他远远低估了伯尔的能量 再加上宪法第十二修正案 出现之前 那个非常奇葩的选举法 最后的结果是 伯尔他也得了73票 和杰斐逊并列第一 根据宪法 在这种情况下 将由众议院投票决定 他们两个人 到底谁是总统 谁是副总统 这个时候的国会 还在联邦党手中 谁知道他们会选谁 反正联邦党绝对不会 让杰斐逊痛痛快快的当选 如果他们最后决定 让杰斐逊给伯尔当副总统 杰斐逊得恶心死 那伯尔如果是一个后道人 他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说 我不想当总统 让给杰斐逊 怎么说杰斐逊也是老资格 同时也是大家的期望 可是伯尔不愧是第一位 现代的政客 他偏不出声 心里憋着劲 要争总统 杰斐逊这就变成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是绝不会接受 给伯尔当副总统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杰斐逊愁死了 国会要在1801年2月才投票 一时之间流言四起 有的人说 伯尔已经跟联邦党密谋好了 到时候联邦党的议员 会投他的票 他当选之后 会保护联邦党的利益 也有人说 亚朗斯总统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愿意主动辞职 这样副总统杰斐逊 就可以直接当总统了 还有人说 杰斐逊和联邦党密谈 承诺保护公债持有者的利益 保留海军 不打扰现任的公务员 以此换取联邦党的选票 等等 听上去 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 对于这些传言 杰斐逊后来都是失口否认 他说他根本没有跟联邦党 做任何的交易 不过真假已经分不清了 伯尔和杰斐逊都不是省油的灯 背后一点事没有发生 这是不可能的 杰斐逊至少做了两件事情 他找了一次亚当斯 希望亚当斯为他说两句话 可是亚当斯根本不愿理他 那么杰斐逊就把目光转向了联邦党 1801年1月 杰斐逊拜访了华盛顿的山庄 祭奠了华盛顿 华盛顿去世之后 连英王乔治三世 都让皇家海军将半旗致敬 拿破仑都下令法军的军官 带黑纱三个月表示哀悼 可是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 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的纪念场合 也没有为华盛顿说过一句话 现在他为了讨好联邦党 总算完成了这趟山山来迟的朝圣之旅 华盛顿的遗孀 Masha夫人烦透了这场政治秀 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杰斐逊好脸色 那么就在杰斐逊绞尽脑汁 想要当上总统的时候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最后出手救他 居然是他的宿敌汉米尔顿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